Zither Harp 像是梦醒吗 梦里的客人正在跟我挥手告别 准备离去 往事如风 身子就穿过了身体飘向天空 只有下一点点 触觉仍有我并未 让我沉醉 却不小心就忘记 回忆如风 身子就静静的进入了我睡梦 随着梦醒梦里角色也跟我 回首告别逐渐模糊 感受着他们色彩凋落 走进苍白的房间 看床上躺着被老人 我认真看着他的眼睛 迎来了新的早晨 不与他对话 因为我已经尝试过千百遍 他总有陌生的眼神 看我好像没听见 他不准我去触碰床头的相片 还把另一张相片 撞进了胸口的项链 但他不知道 若时光流入了那页巷 他放心口的男孩已经是我现在的样子 他没认出我 他没认出我 没关系 收拾着桌上的碗筷 想给他幸福 我必须抓紧时间赶快 我不经意见看见一本笔记 我把它翻开看着歪斜的字迹 对 是他在对抗 记忆和时间的流逝 你也有你也抄写着 你还记得我吗 我不记得你了 但我记得我在等你 要和你在一起 你还记得我吗 我不记得你了 但我还记得我爱你 想把你留在回忆中 不婚送客人是急不离罢的 可不知为何 我就是不想放他们走 一月的风 冷酷又眺望 把我的客人吹在城堂门 还没问他们的名字呢 山子就穿过了身体飘向天空 只有下一点点 触觉仍有我品位 让我沉醉 让我沉醉 却不小心就忘记 我沉醉 再越来 十分之天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